我自己和爸爸的年齡差距很大 我記得我和爸爸是相差四十多年 所以由我年輕開始計劃自己人生的時候 我都已經有一個心態我很想早點結婚 因為我希望與兒女的關係比較接近 我們的年齡差距比較小 其實我都很希望可以做到他們的朋友角色 或者陪伴他們同路人的角色 幸好我真的在大約24歲的時候結婚 在25歲的時候跟我太太有了我第一個兒子 在那一刻很感動 當時覺得一個小的生命的出現是令我非常感動的一件事 很開心 但我發現原來婚姻路也不容易走 看回和太太的關係 現在結婚十幾年 看回後也有很多問題 高低起跌 現在開始明白原來兩個人在一起 是一點都不簡單的 舉個例子 我和太太的性格是 我比較喜歡表達自己的 我比較喜歡說自己內心的想法 太太比較藏著 或者她表達表達得不太清楚自己的想法 我現在會明白 因為大家是來自不同的家庭 來自不同的背景 所以現在我會接納多一點 但以前我就覺得很不明白 為什麼會這樣 現在我會更加清楚 就是原來我們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不是一定要對方跟自己的一套 不是一定要對方似自己 其實反過來 是應該想想怎樣可以放下自己 怎樣可以更加接近對方 更加去超似對方 原來兩夫妻應該是一路走這條路 應該一路越來越像對方 這樣我才是最幸福最美滿的 使得更多的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